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20克的食用油 放在面粉里就可以 放水里也可以 放入温水 220克搅成面絮 搅成盆底下没有干面粉了 用手合个面团 搅成个面团 扣上盖 防止干脖皮子 下去松弛 20分钟就可以 利用这个时间咱们炸点油酥 准备个空碗 放入20克的面粉 放入大约30克的油 把油酥炸一下 不要不炸 生面吃着 用生面味吃着熟悉 搅均匀备用 面松弄好以后 用手捋个长条 用手搅一搅 搅一个长旺形的面片 搅成大约2毫米 薄一点的 搅好以后 用手搅着油酥 把碳皮抹均匀 抹均匀 抹均匀 撒上薄薄一层干面粉 撒上一层干面粉 撒好以后 从一头卷起 卷得紧一点 擀得越薄 沿着更好 嚯得越薄 沉着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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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着更好 下尖着几乎的量 切好以后取个面劲按一按 擀个长方形的饼 擀好以后对折一下 继续擀长方形的饼 擀好以后对折一下 中间用擀面杖摁一下 防止烤鞋开 按个钩上 好,以此类推 最后一个 剂子有点大小不均了 做好以后用刷子 刷上点水 再均匀地撒了一层黑白芝麻 撒好以后 用擀面杖这么擀一擀 防止芝麻脱落 每一个都擀一下 做好以后放在烤盘上 烤箱提前预热 上调一百九 下调一百八 烤制十五分钟 掌握一下 烤箱温度略有差异 好,时间一到 拿出 来给大家装在盘中 好,好吃外皮酥脆的杠炉烧饼 完成 来,网友们再给大家看个效果 记住过程 注意事项 面不要太远 操作非常简单 面香浓郁 属于低油 外皮非常的酥脆 底边非常的松软 看虫色感 好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支持 有什么要求 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